各位報告就是我現在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那個大安森林公園自由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我第一次接這個執行長的時候 我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解決大安森林公園裡面的文職議題 那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說因為我是做生態的人 因為我也知道目前在台灣只要一講到文職就是噴藥 不管是政府也好不管是哪一個地方幾乎都是一樣 那我就在想說可不可以想出一個不用噴藥用生態的手法來解決文職的議題 大安森林公園可能是搞不好是全世界第一個 因為我們的基金會跟日本樹木一關係也不錯 各位都知道台東有一個金城武術 今年台灣來金城武術沒有倒 那個金城武術在幾年前倒的時候 剛好我們請日本天皇的御用樹木一來 剛好倒的第二天那個御用樹木一剛好就讓我們基金會 剛好那個長榮基金 好像講太多了 我在長榮的地方去 他打電話來說各位請幫忙 那我們就派出那個日本天皇御用樹木一去 不過因為金城武日本樹木一來 他們跟我講的一個事情 我希望剛剛一直在想想要跟各位談這個事情 他說他們在日本不可能看到台灣像台灣這樣那麼多的志工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座各位應該給自己鼓鼓掌 這個是全世界沒有的 在日本不可能有這麼多像我們現在這樣這麼多的志工 在美國可能他們也不太關心這些事情 有啦但是他們的組織方式不一樣 歐洲也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的志工群不曉得會不會跟18%有關 但是台灣的志工群是全世界來講我在看 大概是台灣獨有的特色 像社區大學也好 像很多這麼多的社區居民願意來參與 這個是我想 我剛剛就想我第一個一定要講這個 好的啊我要講文字 那剛好那個因為我第一個的工作就是要處理文字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設計台大昆蟲系 那因為台大昆蟲系有現在台灣處理文字的問題 都會找台大昆蟲系的專家 那他們也是監獄中藥 但是我想說 後來就想出一個方法 就是運用昆蟲系的對文字的知識 然後還有加上我對生態的了解 所以我就跟他們商量說 可不可以派出犧牲大 就是那個佛事班的研究生 露一隻大腿去餵文字 因為這個是從日本人的時代所傳下來的一個 調查文字的方法 我等一下 小黑文 對啊小黑文 雖然他不是文字 但是他也 我們就把它算是文字的一部分 我把這個還是把它講完 怎麼樣知道小黑文 這樣子陳老師一直打菜 我要講更久了 後來他就露一隻腿 那我就知道說全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把小黑文也算是文字 陳老師不同意 不過這沒關係 那就是有兩種是早上9點鐘上班 一直到下午4點半到5點左右下班 可是這兩種下班以後 有第三種就緊接著上班 從4點半到5點鐘上班 一直到7點或7點半左右 那另外有一種是7點半上班 一直到半夜這樣子 所以不管你去什麼時候去大安森林公園 都會碰到文字 那早上的這兩種文字 一種就是小黑文 因為還有一種文字 可是這兩種文字的習性不一樣 那剛剛有一位夥方也在談就是說 小黑文的幼蟲是吃那個 海藥類的 青苔 那我們後來有請那個中原院的 吳俊宗教授 他是我們台灣的藻類的專家 那陳老師可能會會講說 那個藍綠藻不是藻類 因為他現在被歸為郡類 所以這個也很困難 所以小黑文這種東西其實是非常詭異的 後來知道說小黑文好像是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是不是 我聽他們在講 所以 那我們就去找出小黑文書 其實小黑文他的行動非常的 他的距離不會很大 就在我們人的周邊而已 所以通常會被小黑文咬 應該就是我們剛好能走到小黑文最喜歡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把小黑文在哪裡出現 那麼他的整個生活史 所以解決文字的方法 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就是 找出每一種文字的生活史 生活史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文字在哪裡殘亂 這個文字在哪裡休息 這個文字在哪裡求厚 這個文字在哪裡祕食 全部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突破他的生活史 因為生活史已經是連在一起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破壞掉 比如說小黑文喜歡吃藍綠菌 那我們就把藍綠菌的地方就把它掛掉 或是有藍綠菌的地方呢 就把上面的書讓它剪得多一點 讓陽光可以照到那個會長藍綠菌的地方 那個藍綠菌就不會長了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這個方法是很細膩的 所以我們將來可能要把泳村皮這個地方 所有各種不同的生態環境 小環境一個一個都尋找出來 然後想辦法去突破它 就是說我們而且我們自攻這麼多嘛 不是說很多人可以都一隻大腿蠟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人海戰術去處理文字的議題 那我曾經有一點 因為我們跟日本書文醫關係越來越好 所以後來每一年都到東京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那有一年剛好東京都發生這個文字的議題 他們是沒有小黑文 可是他們有一年就發生燈葛樂 那日本人他們不曉得怎麼樣處理文字的議題 因為他們的國家長期以來 主要是在台灣 那日本的本土他們並不會解決文字的議題 那他們解決的話就是跟台灣走進來 就是噴藥 然後噴藥噴完藥以後呢 就把公民整個圍起來 然後讓這個季節過去 還有再把公民打開 就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也認為 所以我們為什麼基金會會握邀去參加 變成日本樹木醫協會的唯一的海外會員 因為他們覺得說你們台灣人太厲害了 居然可以解決文字的問題 所以那個是全世界第一個 所以謝謝主持人給我講這句話 因為我們基金會也很驕傲 因為是全世界我們第一個 用生態的手法去處理文字的議題 那如果將來有需要 再看怎麼樣來處理 謝謝,謝謝郭老師 所以在這個提醒之下 以後我們的設計跟環境營造 其實會分區啦 當那裡應該人不應該常去 只有志工去的地方 就是叫志工去餵蚊子 那裡是非常生態 要解決 那假如是比較公共性的地方 我們盡量就不要讓它有 太險的環境長出來 所以會很細膩的去處理每個地方 這是蚊子初步的想法 但是 你要補充 對啦 講到核心呢 要生態分區了 就是說 有一些核心區 基本上是給生物住的 人就不要到那個地方去干擾 那比如說環湖步道 那個是以前最被詬病的一個問題 人們都一定要攬進去 看見所有的景觀景色 那所以在永春皮 我希望不要看到這樣一個景象 就是分區管理 那再來就是什麼 以多樣性 比如說 剛才郭老師談到說 要把某一些蚊子全部都不要出現 那我也很擔心 如果都沒有蚊子的話 青蛙吃什麼 如果沒有蚊子的話 蜻蜓吃什麼 所以還是以生物多樣性為主 但是呢 人可以去在活動的範圍 那個地方去做特別的管理 包括小輝蚊的管理等等 那這個就是分區的概念 就是在這個區域裡 分這些是人為活動 包括環境教育 包括人們休憩觀賞 那正是在這個區塊 但是另外一個區塊 我們希望說可以讓 以最少的這種人力去干擾的 這樣一個情形 做這樣一個區域 以上意見